其实离开可能对李文是种解脱 睡不着 刚才一直在听李文的歌 然后看了一些他的生平 他的一些故事 我看了这些东西之后 我觉得可能离开对Coco 对李文来说是种解脱 因为他真的过得太苦了 太难了 有很多人说穷人就不会抑郁 你看穷人哪有得抑郁症 其实很多 只不过穷人没时间去看 没时间去治 没时间去确诊 但并不代表他没有抑郁症 很多大家可以去搜一搜抑郁症的主要表现 你看看中了几条 尤其是现代高压生活下的这种年轻人 有很多都是符合抑郁症的特征的 越穷可能这方面压力越大 并不是没有 只不过大家没时间去治 可能光忙着活着 Coco不光是有严重的抑郁症 他生理和心理都受着各种各样的折磨 他的腿脊一直没好 他天生腿是有毛病的 这么一个唱跳巨家 天皇巨星 结果居然腿是有残疾的 能想象吗 在今年他的腿还动了一次手术 二月份的时候 所以不但是心理上 而且是生理上 你看着他姐姐写的文章里面说 他已经出道29年了 马上就要30年了 你觉得他应该是年纪很大了 其实Coco是75年了 才48岁 比我也没大几岁 他跟当初哥哥张光荣 一样选择了这一条路 我们不是当事人 我们没有办法去站在当事人的角度去思考 可能在他看来确实始终解脱 他的种种痛苦主要跟他这段婚姻有很大的关系 Coco其实是出道很早成名很早 在整个华语乐团最辉煌的时候 哪哪都会有Coco的一席之地 就是神仙打战的年代 他也是神仙里头与众不同的一个神仙 他可以说是华语乐团唯一一个可以说的 可以称得上有国际影响力的这么一位女明星 能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独唱的 去唱英文歌曲的女明星 华语女明星尤其只有这一位 而在签约的是国际大公司 不是国内的音乐公司 他的英文专辑的销量 在华语女歌手里头也是省取一致的 你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 成绩能打 业务能力又强 在神仙打架的年代里面 他也是一把好手 所以年少成名 成绩卓越这么一位优秀的艺人 而且他是以带给大家欢笑 他的那些歌曲又动感又happy 以带给大家欢笑著称的像什么滴答滴 好心情 像刀马蛋 华语乐团的国际旅行 这个确实是当中无愧的 所以在他年轻的时候 不论是从个人成绩 个人财富上 在华语乐团也是已经是女星里面 几乎首屈一指的了 然后他的这段孽缘 他认识了叫做乐玉民 中文名叫乐玉民的老外 曾经是利丰集团的执行董事 利丰集团是一个非常大的贸易公司 但是这个人是挺有钱的 他不是那种老板 不是像李嘉诚李泽凯那种老板 他是一个投资人 然后他们是在Chanel的party上认识的 2003年认识的 就立即陷入了热恋 李文并没有在乎男的离婚 并且有两个和前期生的女儿 在2011年两个人完婚了 但是李文的婚姻并不幸福 首先是他老公乐玉民 不停的偷刑 不停的出轨 出轨的都是年轻的外国女性 第一次Coco就选择了原谅 但是后面的变本加厉 而且这个人他不是搞投资的吗 而且Coco和他两个人 因为可能都是觉得都是有钱人 所以他们并没有签婚前财产协议 乐玉民很多的投资 都是用了Coco的钱 然后自然而然这些钱也就进了 他自己的口袋 被他掌控 随着他一次一次的出轨 Coco就一直很伤心 在他们相处的过程中 Coco有一次还被他老公传染了恶性的感冒 也不知道是什么病毒性的感冒 导致Coco好几年 嗓子失声唱不了歌 他等于是在这期间陷入了抑郁 情绪就非常之差 他是在家人的鼓励和陪伴下 慢慢的在2011几年 这才慢慢的恢复起来 你看他后来参加国内的歌手 拿了歌王 是吧 然后又参加好声音当导师 那也就是去年的事情 这是一波强势付出 其实你看他好像已经红了很多年 销声匿迹有好几年 然后同心出来觉得他已经岁数很大 其实人才40多岁 这些年过得很苦 然后最对他打击更大的是 当他跟他老公闹僵的时候 他恃如己出的那两位妓女 对他的态度是非常的恶劣 本来应该是觉得好像应该站在他这边 但是后妈难当 那两位等于是也跟他翻脸了 他后来甚至在社交媒体上都取关了那两位 等于是那两位不但对他父亲的出轨这些行为 这个视若无睹 而且他父亲可能占有了Coco很多财产 那两位也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Coco在这段婚姻里头受尽了折磨 而且一度因为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打击 一度抱手 受得像纸片人一样 只有80斤左右 但是Coco本人一直都是非常乐观向上的 他一直在坚持一直在战斗 包括今年二月做手术的时候 他在说我是女战士 我会站起来的 这腿部手术的时候 包括在7月5号他走的这一天 他还在给他的粉丝群里头 还用语音给粉丝们发了问候 所以说他一直心里头很破碎了 但是他还在坚持带着笑容面向每一个人 所以你在公共场合看到Coco 永远都是笑容灿烂 笑容非常灿烂 非常有感染力 他的笑容是他非常标志性的一个特征 所以很多人都不能理解 怎么这么阳光的一个人还会因为抑郁症去离开自己 是的 抑郁症就有阳光的抑郁症 看起来很阳光 其实内心很破碎 就是这样 所以这段不幸的婚姻 他终于鼓起勇气去离婚 在不久之前才刚刚离婚掉 但是可能也是用尽了他所有的力气 生理心理的各种打击 导致他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 最后终于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真的是很可惜 你知道说实话 如果他状态好的话 就现在他这个状态 去年还是好声音导师 就以他的咖位 以他的能力 他现在在内娱 他在火十年有什么问题 他只要能摆脱出来 能走出来 都不是问题 他可以重新再成为天后 他自己还能唱 嗓子很好 在舞台上依旧光芒万丈 当然我们可以说我们普通人操什么 人家有钱人的心 确实是 但是不一样的是 Coco曾经是我们青春的 我们的青春过往里头 带给了我们能量的 带给了我们很多情绪 价值的这么一位偶像 他不光是一个歌手 不光是给你带来了很多动听的歌曲 他很感染你 他不光是舞台感染力很强 他的个人魅力 他的笑容 他的积极阳光的形象 对大家感染力也很强 不但是带给了我们快乐 还带给了我们很多向上的东西 所以现在很多人回忆起Coco来 都是会觉得明媚 会觉得美好 会面带微笑 所以这是我们爱他的原因 他的突然离去 让我们觉得难过的原因 48岁 太年轻了吧 挺难过的 所以经历的这一场婚姻 让他耗尽了全部的力气 可能家人的陪伴也 不能让他从 这种深深的伤痛中走出来 所以他才选择走了这一步 可能他选择的这条路 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 他不管在人前笑的多么灿烂 他肯定心里有很多 他过不去的 过不去的坎 所以希望他在另一个世界能继续他的笑容 在那边可能上帝那边需要人给表演节目了 就把他带走了 他确实给我们带来过很多东西 希望他在另一个世界依旧安好 好 谢谢大家